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中国现在每年医疗支出已经快到9万亿了 全民免费医疗还是根本的遥遥无期 现在政府考论所谓的全民医保 不过是抛出一些说法来安抚一些民心 医院是救死服装的 你不是医院是个发财的 像个大商号 医院有的喜欢你高价钱的新药 你的药太便宜他还看不上 有的就几块钱 卖到医院之后 医院就可以上万甚至几万 中共这个医疗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